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艺趣园 今天和大家分享迪士尼公主的扭蛋 那我们先来看红色的扭蛋 外壳是一个苹果的造型 这一块是用来支撑人物的 还有白雪公主的身体部件 我们先把它拼起来 有一只蓝色的小鸟停在了它的手上 它的裙子还有发型都很好看 接下来我们让白雪公主做到苹果里面 哈哈,这样看起来很像一个红苹果房子 我挺喜欢白雪公主的这个扭蛋 你们呢? 第二个白色扇贝的是人鱼公主的 哇,这次的人鱼公主好漂亮呀 尤其是头上那朵紫色的花 这个扭蛋拼起来是一辆南瓜造型的车 它是灰姑娘的 哇,它的裙子有好多层啊 头上的蓝色发带好像一个耳罩 灰姑娘坐上它的马车去见王子了 接下来还有什么扭蛋呢? 哦,是迷你的灰姑娘 迷你版的也很逼真呢 它的双手还可以活动 头也可以旋转 这个扭蛋是哪一位公主的呢? 红色的头发 是人鱼公主 哈哈,好可爱呀 绿色的尾巴 长长的红色头发 都做得很细致 再来看紫色的这个扭蛋 是白雪公主的 每一个都有对应的迷你人偶 你们喜欢白雪公主的发型吗? 这一头黄色的长发是谁呢? 压了好长的辫子 是长发公主 头上装饰的小花朵很好看呢 这一位有着乌黑的头发会是谁呢? 是阿拉丁神灯里面的茉莉公主 她带了一对金色的耳环 接下来这一位有着棕色长发的是谁呢? 是美女鱼野兽里面的贝尔公主 她穿着黄色的裙子 到最后这一位黄色卷发的是谁呢? 你们认识这位公主吗? 那你们知道的欢迎给我留言哦 好了 今天的公主扭蛋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 我是一个小型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